半月板撕裂怎样治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栋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主人医师 半月板撕裂的话 经常见于一个明显的一些外伤 比如说打篮球啦 踢足球啦 或者是关节在区区状态下 突然扭了一下以后 都可以引起来半月板的一些问题 膝关节的一些问题 有的时候是韧带的损伤 有的时候是关节内半月板的一个损伤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通过临床检查来确诊 它的半月板是不是出现撕裂了 它撕裂的部位在哪一块 根据我们临床获得影像学的资料 进行半月板损伤的一些分形 如果是一些轻微的撕裂的话 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包括关节制动 四到六周限制活动 用一些药物 它这个情况的话 症状就会缓解 半月板也会慢慢地损伤 也会慢慢地自愈 如果说是已经出现一些严重的损伤的话 我们建议 就需要进行这个 关节镜的一些手术治疗 关节镜 我们进到关节腔里头 对关节腔的话 是一个关节腔里的结构 进行一个完整的明确的一个检查 获得它的损伤的一些部位 比如说 如果它损伤 不是说是很重的 我们可以采用半月板缝合的方式 半月板就可以长好 如果它已经损伤很重了 而且已经是一个成就性的损伤了 等等 这个时候半月板留下来 对关节的损害 就大于它结构引起来的一些功能 因此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行半月板的切除手术 这样患者可以获得一个 良好的临床疗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